目罚求生的第265天 我们一行三人终于来到了兰湘技校 这里的教学楼坐落在山脉之中 回复神功 我和小海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 正式开始了技校的上学生活 现在宣布2020年兰湘技校新生入学仪式 现在开始 请各位同学入座 喂 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 迎来了三位新生 他们将是我们兰湘重点培养的学生 下面有请新生代表阿辉上台发言 那个 第一次做新生代表 有些紧张 大家见谅 见谅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辉哥 性别男 爱好女 家住银河系 非常荣幸担任了本届的新生代表 接下来 我将和各位同学们 一起努力学习 艰苦奋斗 为咱们兰湘技校 争光天才 再创辉煌 好 好 潜尿泥 说得太好了 以后我肯定是跟着大哥好好学 小伙伴们 你们也别忘了 给俺的大哥点点赞呀 会代表说得很好 咱们兰湘技校本着只教真本事 绝不坏日子的原则 一定会让大家 不须此行 掌声停一下 接下来我要宣布教学计划 大家看 我这蓝湘技校 在这座岛屋的两个山头上 分别有两间教室 他们有着不同的教学任务 哦 所以咱们要师兄分班 大家跟我来 阿辉小海出列 你们二人都有自主制作物品的能力 我很看重 为了你们二人的教学质量 我决定让你们进入火箭班 哇哦 重点培养 我去 火箭班 这可是现在各大学校有名的重点班级 需要学习成绩非常好才可以进入 哇哦 我这个勤量嘞 再也能进入火箭班了 师傅啊 你兔底除心了 哈哈哈哈 今后你们二人 就在这个教室学习 将由我亲自教导 什么导 哇哦 那我呢校长 来来来 玉儿姑娘 这是咱们学校的第一个特招生 所以享有一对一的教学权利 这是为你特意打造的美食班 哇哦 啊 一对一教学 那我岂不是一点懒也不能偷了 哎呀玉儿 好不容易进入了学校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说不定呀 以后你做的饭能好吃点呢 这好吧 我会好好学的 对了校长 咱们集校食堂在哪里 哦 对了 忘了跟大家说了 由于计校经费紧张 我本着不能铺张浪费的原则 特意把食堂开在了美食班的旁边 以后美食班做的饭 就是大家的一日三餐了 啥玩意儿 玉儿做饭 让我们吃 校长呀 玉儿做的不是饭 是生化武器呀 哎呦什么 哎 同学们之间一定要互帮互助 就这么决定了 最后 就是要分配一下你们的宿舍 同学们跟我来 这就是 不是吧 阿兹 你这样做 让我很难办呀 没办法 学校经费实在是有限 各位同学们也只能克服一下 我了个禽样的样 这宿舍 还没个厕所大嘞 但是它比厕所香啊 但是它比厕所香啊 最后我说明一下住宿规定 每晚十点熄灯 请大家准时上床睡觉 明天八点正式上课 收到 慧哥 马上就要熄灯了 你怎么还不睡 哎 折腾了一天 却忘了最重要的事情 大炮的行踪 咱还没问呢 不成 明天必须要找个时间 好好打探一下 大炮在哪个班级 好 慧哥 那我休息了 晚安 慧哥 木法求生的第265天 在校长的安排下 我和小海进入了火箭班 开始学习 接下来就是全新的生活了 希望明天就可以见到大炮 也希望以后的学习生活 可以一切顺利 晚安啦 小伙伴们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